還不知道前路應該怎樣 我現在還在害怕 因為畢竟到現在 都沒有一個真真正正可以有效的方法 是怎樣去治理這個人的出街人身份 如果在法律上有任何的制裁 或任何行動都好 到最後他依然都是穿上一件爭衣的話 以現在的制度來說 是沒有辦法去做到些甚麼 我沒有想到要打一場仗 我不會慶幸今天得到任何的成果 因為其實這件事在發現了之後 我首先所做的就是 走遍全香港九龍新界的佛教團體 希望他們可以提供一些協助 我去過電話打電話給佛聯會 我去過出道碟給這位曾人的大寺廟 我去找過很多一些在社會上有公認的法師 我得到的答案都是說 你自己想好它 我們幫不了你 甚至是發道碟給他的師傅 他的機構 他都說他們拿了道碟之後就自由了 他想做任何事都好 他們都不可以做到任何的事去收回那個道碟 所以我可以說其實都很辛苦很艱難 賭罪了 後來當然了 今個星期一 有執法機構提供援手 即介入了 那就好一點 如果不是真的完全是沒有辦法 律師你也有個牌 那你也收回那個牌 那你那個發牌機構是否可以收回呢 那這個也沒有正面答案 因為他有那張證書的 那你發證書的機構 是否起碼可以拿回這個證書 接著就登過報紙說 這個人已經不是這個 這個法定機構裡面認可的一個曾人了 他說這個我們都很罕有會做 我問你有沒有做過呢 他說有做過的 在錄音的最後 我問什麼情況做過呢 他說都是假結婚我們登過報紙的 那你都做過 你能不能夠給點指引 他就都是回頭了 不是我們會員 你會不會覺得 其實是有更加上的人牽涉在裡面 所以他們不想報告呢 你說呢 我懷疑 總之一言難盡 因為你其中揭露給傳媒的病大 就提到息智慧之後 你覺得息智慧是這件事 究竟有問題還是沒有問題呢 我只知道 他在2000年開始一直打學很多年 他都是定位置的董事 後來就被人除了職務 我不知道他知道還是不知道 這一點就 他最近2015年7月之後 無緣無故又上回去 這個我都是後來才知道的 有沒有問題呢 其實我覺得很難說 你問我 如果現在對著鏡頭說 有啊 那我就誹謗 如果我說沒有啊 這個又好像 我又好像不想說沒有 因為我現在都需要一個 看清楚一點 因為他的餅帶有一句 就是說 你信不信佛呢 如果信佛就不要搞那麼多 那麼 你是不是信佛師 我當然了 信佛呢 信不夠不夠 你是不是信佛師 我當然了 信佛呢 信不夠不夠 你是不是信佛師 我當然了 信佛呢 信不夠不夠 理解這句說話 我的理解就是 我要做這件事的話 即是去揭發這件事 或者去研究 或者去調查這件事 我就會遇到這樣的阻礙給人 很多時候呢 好像說這次定位置捐錢 那些人不是捐得多的 很多都是捐三兩百元 而這些捐三兩百元的人 都跟我很相似的 即是一個自己很節省的情況之下 捐出來的 他們會希望這些錢 拿去就是 給出街人 去為我們祈禱 為我們做一些 令到氣氛 大氣層平和一些的東西 他不是希望這些 這些他捐了少許 才會被人坐Benz 坐頭燈飛機 去奢華的 買日本的一生 但是那個奢華的狀況 是否只有這位師傅是這樣 還是很多人都是這樣 我們這個其實就 我如果一去說這件事 哇 這個問題了 這個問題是不是 就是引伸一個人的問題 還是其實原來 很多人都是在奢華 用一些善信的錢去奢華 我搞這麼多事的後果 就是這些本來沒有人關注 人人個個都看到 就當算數的東西 就不會再被人看得到當算數了 那個影響在這裏大 那我是否就不要搞這麼多事呢 應該 所以那些在佛教 即是德高望重的人 就不想你搞這麼多事 就因為擔心 這個火頭越燒越大 今次燒定為止 下次就不知去到哪間了 其實我也看你節目的 你經常都說幾個字 既得利益者賣 你希望現狀不改變 為何會有這麼多事的人 走出來說 吃80元的日本進口的理 就有罪有錯的 但是吃80元的理不是罪 但是你要善信自己 不捨得吃不捨得著 善信自己都是吃4元一個 你就拿了他的善款 來吃80元 狗糧了7千元 那就不對 譬如你那些善信自己家 都要下手下腳做功夫 要自己做家務的 你就請三個工人 這一點就是那個問題 如果這些錢是你賺回來的 我們不能說你怎麼用 但是這些錢是你捐回來的 是否你做得慈善機構 你就要遵守慈善機構的原因 為何稅務高 人人做餐廳、酒樓 你賺到錢就要交稅 為何這個慈善機構不用交稅 就是因為這些錢 是應該被你拿來做公益的 告訴我們自己的律師團隊 我是用了一小時40分鐘 才講完整個偵查的過程 最簡單來說 所有的偵查部隊都是網友 全部都是由3月份開始 在Facebook上認識回來的 然後這班人初時的時候 就打算做義工 幫忙煮飯的煮飯 幫忙擦地的擦地 擦地擦地 全部都有不同的工作 誰知道到中間的時候 發現了發生這樣的事 大家就覺得 因為個個都叫了去隔離屋 叫所有人來捐錢 所以事實上也有責任 更加愛之心、責之切 明明我現在在幫你的時候 突然發現原來你 就是被你賺一份 我就好像在幫你忙 對呀 於是所有的義工 就要立刻搖身做調查員 去查出問題的真相在哪裡 然後我們本來的義工隊 就有一個叫沙律的女生 沙律就是負責安排義工的工作 譬如你去今天 我們三個洗碗才能做到 明天你去油油 她就變成現在的調查員的統籌 在這個調查的過程中 只有沙律一個人知道全盤 其他人沒有人知道一個部分 即是說無論你哪一部分出了什麼問題 都不會有人知道 我們整盤的調查是怎樣的 那你呢? 你知道嗎? 我是總指揮 你是總指揮 就是下駕駛了 就是下駕駛了 是的 那怎樣做法呢 如果一輛車一駛進來的成定位置 我們就會有第一組的義工 在那裏負責油油 在掃地 就會拿手機照片 就會立刻把它射出來 在定位置的義工那裏 他就會立刻去運輸處查 查完之後 然後就會把那些資料 再給另一組義工 就會查公司註冊署 然後再去查檢討廳 是因為這樣騰騰騰騰騰騰 我們才能查到 原來這個紙裡有一位師傅 就是在2010年的時候 用了3950萬的現金 就買了一間鴻宅 在定位置旁邊的比華利山 是一炮現金3950萬買的 連兩個車位 這是怎樣查出來的 這就是一輛車洗進來 洗進來的次數很多 那我們開始懷疑這輛車 然後我們就去運輸處 查了這輛車的車主 然後再查完之後 查到是一間公司註冊的 我們就查了這間公司 是誰誰做股東和董事的 上面有登記到 這些股東和董事的住宅地址 而這個住宅地址 我們再用田土廳去查 就查到當時買入的時候 是誰人買的 就是這樣可以查回來的 其實這個人就是和 定位置 和女主持有關 是嗎 好了 後來就查到很多東西 然後到八月中的時候 就發現 那位主持就要把我踢出董事局 其實那時候我是三、四月的時候 才成為董事 因為我覺得 他也很開放 有時候說 你不如進來做董事 你可以看到一盤數 好 那到七月的時候 加上我的名字 去看著那些前款監管戶口 那我覺得很穩陣 怎知道去到八月的時候 原來他可以 隨時除你下來 原來他之前都是這樣 隨意就可以把人 去除了下來 那當然你如果以公司法來說 這個就不合法 但是曾經被他除的人 很多人都沒有反抗 尤其是你牽涉到一些很良善 很言德的一些出家人 被他除了下來之後 反應就是他問他 為何你會這樣除了我下來 又不經過我同意 他就說你報警 你如果不喜歡就報警 而現在香港的制度 也有些漏洞 因為原來你去公司註冊處 你註冊了 公司註冊處 不會看你 在背後的手續 是否做得對的 你一註冊了之後 公開文件 你就除了 拿著這個除了的文件 就可以去銀行 那裏返簽名了 我去到八月中的時候 就知道原來有人要把我除了 除了下一步 當然是銀行 於是知道這個情況下 其實在八月十多日 就開始 我們就全速去做調查 因為知道我已經命不久矣了 隨時 一取消我之後 那你那個 即是錢就沒有了 那時候差不多有籌了 就是六百萬 接近六百萬 在網上籌的款項是一百三十多 而自己拿來定位置 那裏的老公公老婆婆 十元十元捐出來的 四百多萬 那就是合起來 是有五百多六百萬 香港人很熱心 很熱心 很感動 所以是很熱心 他找一個翁靜靜的人 幫他籌款 和做董事 真是叫做連鬼拿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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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天不怕地不怕 是天不怕地不怕 又有料 翁靜靜要 真的要搜紮整個去搞肥 你真是挺嚴重的 哈哈哈哈哈哈 最經典就是因為有一支筆 好像一支筆 在偷拍鏡的時候 他在說這支筆挺漂亮的 哈哈哈哈 真的有一次 今天拿來看看看看 不如我跟你交換吧 你的筆好像比較漂亮 有一次就拿起來 看那支筆 那支是偷錄的筆 不是錄音 是錄影筆 最經典的時候 沒有那麼多工具 因為沒有想著 我們是去到八月中的時候 知道他要脫我的名字下來 知道我可能被人踢出那個簽名了 即是銀行沒有了 那時候就開始大家在說 我們應該怎樣 我們就 我都沒有做過間諜 於是就有人提議 鴨寮街 於是就有一對義工 就走到鴨寮街 就問一下有些什麼買 去到鴨寮街 就差不多上課 有一間店舖 就知道了我們的情況 然後他也有捐過一些錢 於是大家坐在那裡商量 這件好 這個藍牙 其實不是真的藍牙 其實是偷拍的 那時候我們才想一下 咦 蘋果日報的狗仔隊好 可不可以有些什麼 跟我們商量一下 借給我們 到後來的時候 其實我們真的 跟一間報館合辦 即是有些什麼器材 大家研究一下 即是升到 是的 即是看看怎樣做 於是所有的義工 我們都編成號碼 那時候 你是002 003 004 005 為什麼是007 007 是一個老先生 007 是陳叔 陳叔是007 因為他年紀最大 而且他每一天都要在郵差里 跑去那個郵箱 我記得跟他鬥快拿順 鬥快拿順 但因為陳叔其實走路都要慢慢地 他年紀很大 70多歲 他就要跟他跑 其實那個場面都很少 但後來被發現了 當然這個也是驚險 當場捉住 之後就回到信箱 回到那些鎖匙 就只是他自己可以開 後來就編了號碼 我們就在這裡做這個問題 最後到九月 即是到我知道了這件事 他要脫下我 我怎樣可以延長這個時間 我唯有就告訴他 因為當時我在美國 我變成了我還不在香港 總而是要空的 很厲害 那怎麼辦呢 我就想到一個計劃 因為他說 三天之內一定要把我脫下 他跟另一個董事說 三天之內一定要 雍正正要踢出去 那時是八月底還是九月初 那時是八月二十日 八月十多二十日 即是二十日 二十日的時候 他說一定是鐵定 在幾天之後 就一定要拿我取消 我想到什麼計劃 來保住命 我就說 師傅 我在拉斯維加斯找到一間賭場 是五百萬美金 只要我一回來香港的七天之後 那些錢就到了 這樣說 還有私人飛機請你來這邊 可以來遊覽 你還可以帶來你的朋友 你還可以帶來你的朋友 你還可以帶來我的假髮 你 那我就這樣說 這些真是貪自得的朋友 然後知道這樣之後 我就收到封這邊 不把我脫下 但我的時間很少 我回香港後的七天 我唯有假裝不在香港 於是 好了 其實我是九月一日回來的 但我是十一日才延伸 我中間多了十日時間 那我十日時間 在香港就要假裝在美國 因為在美國 找人在Facebook打卡 我就什麼都出齊了 他都很聰明 他問我 他說 你現在說在這裡游戶嗎 在Reno游戶嗎 給我一張照片 我看一下 我找回以前在泰國海邊拍的照片 我上網找多兩張下載 有一次 我記得後來回來之後 又要假裝我去到新加坡 我又要帶回教服飾 說我去新加坡 我家裡的工人 就要假裝成花梯媽做我同學 我鋪上Facebook 假裝我不在 我的女兒居然不認得 我是自己家的 或者Reno游戶 除了買偷綠的器具 還要買化妝的 是啊 總之 我當時是在美國 不是在美國 但我擺放在香港 所以那個時差 又要在香港時間 又要在operate 其實要踢你出董事會 第一件事 7月份的時候 我們義工的人數很多 那時候 個個都有捐錢 個個都有說話 多少人 大概十多人 如果你計算那些電工 油漆工 所有的水喉工 就二十多人 那時候就沒有編號碼 那時候的水喉工 油漆工 到現在為止 都沒有加入那個調查團隊 因為他們是做實幹的 他們後來都知道 但之前就沒有跟他們說 但是那幫做體力勞動工 就沒有什麼參與 但是行政工 譬如說 我們幫他做一些收據 幫他做一些其他寫字流的東西 那些義工就會說話 那時候就覺得每一個洗費 都是要有voucher的 因為我們就見到 以前他們做的義工 收了些錢回來 就放了下櫃桶 或者那些錢是沒有什麼收據 不做好那個books 那我們就放了一個陳叔下來 陳叔是一個退休人士 七十幾歲 他就義務來這個定位置做收銀 做好洗單據 他本身會做以前在別人的大公司 做幫人記帳 在那裏我們既然擺了一個人流 來做記帳 我們就希望要求 你以後如果買了狗糧 買了什麼 你就拿一張單來 憑單收支 那裏就已經很不高興了 他那時候已經不肯了 接下來就發現 因為定位置有兩個戶口 一個戶口就是中國銀行的 這個戶口就是專門拿來捐入來的捐款 只可以拿來起廟 你們所有人捐來的錢 其實基本上 全部都去了這個戶口 這個戶口就是你和法師一起的 必須要我簽名才能拿到的 就是兩個人一起 就是一定要兩個人一起 另外一個戶口就是洗費戶口 幣在兩個戶口都是寫在同一個名字 叫定位置有限公司 他的做法就是 將所有人寄來的那些支票 如果我們有時不夠手快 或者有人給了現金 我們剛剛陳叔去了廁所那種 那種那種 那些拿了之後 就會去了 要不就自己帶了 要不就會去了定位置 那個支出戶口 那個自定可以自己拿錢的戶口 是的 到了後期的時候 我們就發現了 就是看到這樣的情況 於是就跟他說 你這樣不行 因為這個是特定的戶口 法律上如果你在這裡拿錢出來 不是這個原因拿錢 就是目的畫面是建廟的 你拿出來買狗糧這樣算 就犯法的 那他就很不高興了 就說 我們因為一群義工一起說 而且義工有一個 就說話比較大膽一點 就說你大花童啊師傅 就說你們不要逼狗跳牆 我不是善男順女 我不是省油的燈 出街人這樣說 然後還要加一句 殺了你買了一字圓 是沒有人知道的 那種 聽到的人就覺得 這段有沒有錄音的 在後面的錄音 這些是常說的 後面的錄音帶全部都有 你想聽很多次都有 就是經常都說的 然後聽完之後 我也有點生氣了 而且他還有一個他的人 就是董事那邊有一個 幫他做數的 那個人就說 你不要以為你幫定位子 籌到這麼多錢 很厲害 你沒有定位子三個字 你籌到錢嗎 你籌到錢也因為這三個字 其他義工聽到 當然覺得很不應該 這樣說 後來我沒有辦法 我就說 如果你們還要這樣 去拿錢出來 我唯有報警 這兩個字觸動了他 是的 說完報警之後 我還跟他身邊的人說 你年輕 如果報警的話 你都脫不了關係 不要毀了前途 不可以這樣做 結果做法就是 他們把洗費戶口裡的四十多萬 全部還原回到中國銀行的戶口 我就說 希望我既往不救 我就看到那條數 應該大致上 都跟我三月份開始籌款到現在 他說他全部都給回來了 這樣 那樣 我看到那條數 應該大致上 如果是這樣就好了 但是都沒有想到 我原來一去了美國之後 那又是這樣 又發生了 是錢存回到錯的戶口裡 因為只有很多土地問題 在官地上面有龜灰暗 這些問題你一定要解決 我一個人怎麼做 我還要找一間律師樓 香港有一間數一數二的律師樓 那個老闆 居然說 我可以幫你們 用一個法律援助處的價錢來幫 真的很好 但是他們就說 我們從來沒有做過法援的工作 他們就申請去做法援的律師 我們這方面也去申請法援 然後我跟大師去了法援處 就拿了表格 我拿回來就填 我幫一個出家人填表 很自然 我怎麼填 看到上面他會問你配偶身份 問你家庭狀況 我當然就剃了 未婚、未婚、未婚 那家人未婚 理所當然 剃完之後就 六月三十號 就打算去入 那晚就收到電話 他和他的助手 都發了一些短訊過來 就說 他千萬不要入這張信 不要入這個表格 你明天兩點鐘來開會 我有些很重要的事跟你說 七月一號的兩點鐘 我就去到 去到之後 他就鎖了門 就只有我們三個人 就是我和他的助手 就是他 他就說這張表千萬不能入 我問為什麼 他說 因為你上面填了我未婚 我家裡就結了婚 我家裡就結了婚 哇 我真的 呆了 蛤 我七年之前 就結了婚 我就是申請了一個和尚來香港 就因為有某位重要人物 一個都是佛教界的重要人物 他需要一個人在他身邊做他的事者 於是那個機構也滿額 不可以申請工作簽證了 所以就用了這個方法 就是用假結婚的方法 就申請這個人來香港 整個的過程 都是由一個人幫他安排的 這個人的身份 我知道了 你這樣的身份的人幫你安排 知法犯法 我都已經很震驚了 我也有問過 那個重要人物知不知這件事 他說他要一個侍者 他說知道 那我甚麼反應 他說反應 難為你了 阿彌陀佛 我聽見也覺得很嚴重 我說你如果這樣 你要犯法 你可否離婚呢 他就說不行 因為他在七月就可以拿到香港身份證 再一會兒就拿到了 你先讓別人拿 我說 那你準備何時離婚 他說都要一年半左右 否則警署會懷疑我 我跟著問 你們兩個都沒有頭髮 怎樣可以在裡面 可以去結婚 在婚姻註冊柱 你不要問這種事 拿了個假髮出來 我當時都沒有想到假髮這個問題 我說 你最大的問題 你要宣誓 你愛這個人終生 當這個人是你的丈夫 去和他一生一世 愛大家 你怎能說出這種誓言 你這樣都可以 這個是妄語 還有他拿身份證的時候 你又要去做一個聲明 聲明是你的丈夫 你又要再說一次謊 你這樣怎麼搞 這是繼時炸彈 然後他就不願意再說下去 到剛才我不是說過給你聽 你如果再拿錢去那個戶口 這個戶口我們會報警 說完我不是善男信女 之後他就說了一句 你不要以為你知道我的秘密 我不是在香港結婚的 我是在大陸結婚的 他就告訴我他在大陸結婚 到了你剛才說到8月我們調查 7月後來就很多事發生 其實說到的時候 你當時還知道他一段婚姻嗎 知道他一段婚姻 而且告訴我7年前 那些時間是錯的 當然他原來不是在7年前結婚 他那個說不可以馬上離婚的說法 當然是騙我的 到我們後來去查的時候 因為你要查這個結婚證書 是要很長時間的 你要差不多一個月的時間 去申請才能得到 到我們開始查的時候 到查到出來 其實是一段時間的 很坦剔的 為什麼呢 因為他說在大陸結婚 我們去搏一下 就是香港能否查到出來 真是搏的 誰知道真的找到一張結婚證書 就是2012年的 最害怕的是 看到2012年的那張 上面是寫了已婚的 然後他就抖 然後再跌一張出來 就是2006年的 那一刻就整個天呆了 你不單是騙我 不是7年前 是3年前 你還要有這麼多 即是多一件 結果最少 因為當時他告訴我 我真的暈倒地聽見 我還說你還有沒有東西騙我 你如果有的 你如果還有一個兒子 你麻煩你現在告訴我 沒有了沒有了 我沒有東西騙你了 真是 智德法師在這件事裡 是一個很無奈的人 嗯 他是一個香港土生土長的 一個男的出家人 他本身都是我的朋友 好人一個 但是他不太認同 我們現在說的 這位置定師的一些行為 他也有時候 不會很 怎麼說 他也會說 你這樣好像不太合規矩 他會出聲 他知道內情嗎 他當然不知道內情 他當然不知道內情 他不知道 你想想 如果你是一個很正規的出家人 你穿一件袍子 你穿一雙鞋子 你都是正規的 你看到一個人 這麼不正規 他那個態度 一定不會是很好的 因為你是怕 即是覺得有警務人員 是包補於他 我看回 你揭露了出來的事 我沒有說到有警務人員 包庇他 所以有時候 我不考慮報警 因為我考慮 因為當時經常追著我 問你們考慮報警 很多人就覺得 假結婚就是報警 其實香港人很多時候 甚麼都是報警 但你要知道 不同的部門 做不同的事 報警變成一個很 Generic的名字 我是報了一個機構 但我不是報警 但你不是不信任警察 因為我看你記者會的說法 好像是這樣 但不要緊 因為我想說 究竟是否有警務人員 牽涉其中 我看到在你揭露出來的資料 其中有一個 做過定位置的董事 你不要問我 我不回答你這個問題 他有董事的名字 而這位 在現在仍在做 好像在做一個分區的助理指揮官 這件事發生之後 他已經聽說 退休前提早休假 走了去英國 即是這件事 揭露 這幾天 這個禮拜突然發生 即是這個禮拜之內 我想不是這個禮拜 這件事都發生了多久 即是你去查 總之現在知道他退休前休假 不是在香港 即是過去這幾個月發生的事 沒有那麼久 哪有那麼久 即是我們現在整件事 這件事是星期一 如果這個新聞就是這個禮拜 但早於這個禮拜 確實的時間我不知道 但我們的調查是由8月20日開始 到9月13日 這個調查已經正式被人知道了 因為其實我上完去那個大的寺廟機構 求救之後 立刻置定就知道了 因為其實我那時都很苦苦哀求 千萬不要說我們來過 千萬不要說 即是你去完佛教聯合會 一頭一頭 去完大嶼山之後 去完大嶼山之後 我跟梁耀忠議員一起去的 我就說千萬不要說 因為你說了 我們其實還在做其他的調查 還希望 因為我們還希望快點搞他辭職 希望可不可以處理好他 那麼董事公那裡搞定他 說你千萬不要說行不行 不知為何 然後過了兩天之後 他完全知道了 知道得很詳細 因為我們只是一樣東西 你甚麼都不用管了 你最好是不要聽電話 你不要去惹他 他來找你 你不要見他 你就行了 就是這麼多事 你如果去見他 或者跟他通電話 或者是甚麼 你就只會自己煩 因為他過了兩天 差人來抓人 那你就等他抓了才說 好嗎 我現在不懂回答你 我根本不懂 出來做事 我現在不同 以前的腦子 自從腦衝血之後 衝衝血 我的腦子 甚麼都不記得 你說 這次 液兵典 我都沒有上去 這個 民會和中央辦叫我去 我都沒有去 是 連阿爺叫我去 我都沒有去 是 我知道了 煩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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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自己都病了 我真的 說話不完 很麻煩 我知道很麻煩 是很麻煩 哪個事真 哪個事假 我自己都不知道自己是真人 假的 我自己都不知道 很慘了 那人下午真的 她就立即打電話給我,很生氣 她問你是不是想過大嶼山說話出來 那我怎麼辦呢 我就說沒有啊,幾大都不認 她說沒有啊,沒有你和我一起上去對質 這真是拍電影 然後我唯有和他上去對質 一直走去,寶蓮自己一直都害怕 待會見面,四口六面怎麼辦 很奇怪,中間發生了很神怪的事情 令到去到的時候… 夠不夠時間說這個神怪的事情 可以繼續說嗎 很神怪的事情 然後駕駛車去到一半的時候 她就一直收到電話 電話是由大嶼山打出來的 就是相關機構打出來 就說你要見那個人 他三點鐘約了人 如果你三點鐘趕不來,你見不到他 然後你聽到那段對話 她跟我說,你別以為你去做甚麼 我不知道,裡面有人 你做甚麼,去他旁邊我全部都知道 我當時已經很害怕 然後怎樣知道呢 車子走走走走走走走 走到一半的時候 她突然說這條路不是去寶蓮子的路 我在這裡這麼久 這裡還沒走過,其實是對的那條路 她說,我從來沒見過這個地方 你請我去一個不對的地方 你快點停在一旁去問人 結果停在一旁去問人 那個人就說,哎呀,走錯路 應該是不同,寶蓮子是煤窩的 那個人最好肯定,寶蓮子是在煤窩的 周星馳拍戲橋段 真的,周星馳拍戲橋段 然後她就說,我就說你了 特意走錯路 你回到他那邊 我心想都不知道多好 我其實都想說不到 沒有得對質 一直走走走走去煤窩 很開心 然後走到一半之後 去到差不多十五分鐘到二十分鐘 真的去了煤窩底 這裡真的不像寶蓮子 不對 她就停下來再問人 有人說,有沒有搞錯,石壁 怎麼說煤窩 那時候又走去那邊 來回不見了半個小時 然後,無端端前面有個大貨車 擋著條路,又走不到 又走了一會兒 然後最離奇是甚麼呢 出現了五隻牛 那牛媽媽就要擋在我的車前 在那裡餵牛奶 然後那個錄音都錄了 她就說,蛤? 為什麼有牛在那裡餵牛奶呢? 媽媽餵牛奶呢? 就是這樣擋著你 結果我們去到寶蓮子的時候 我說甚麼呢 去到那裡 去到那裡之後 然後她就看到她要找的人 車就在我們前面出現 她就跳了到車上 就擋住那輛車 就擋了 其實是否在說色字圍 找那個大人物 她要找一個對側的人物 即是她說我上過去 把所有東西都說出來 我說沒有去 她就說你如果沒有去 是不是那個團體的最高層 你沒有去 你就要跟我去 對證你沒有去 那我就很害怕 那輛車就擋了 擋了下來 車停了 她就衝到那輛車上 那輛車的右手邊 就開車門 不是 拍到車門 看看裡面有誰 結果看到她要找的人 在那一邊 她就繞去那邊 開那邊的車門 當時我也跳下車了 跳下車之後 我就開了這一邊 即是剛才她沒有開那邊 一開就讓我開到那道門 而她在那邊的門 竟然鎖了 在那裡 我開不了 一開到門之後 我看到那個人 我就說你千萬不要說見過我 這個其實也錄了 然後那個人就呆了 然後她的門就打開了 打開了之後 我就說 你告訴她有沒有見過我 有沒有見過我 你沒有見過我 你見過我嗎 然後那個反應 就是我甚麼都不知道 你們自己搞定它 開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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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開車開車開車 然後就打開了 我是害怕到 直接血都平了 即是拍片影 你只要一個臥底 被人抽出來之後 就要多場對質 就是被你過得慣 我其實去之前 我打電話給沙律 我們團隊的頭 我說糟了 我的臥底被人揭穿了 我現在怎麼辦 她說 我都沒有甚麼可以告訴你 你不如咬尼自盡 我說你不是吧 你只是幫我 買了那一晚過道平安 到第二天 開始就已經知道了 幸好在之前 我就已經叫她簽了辭職的東西 然後 誰知道 那天是16號 我們就上去對質 17號 她整天就找不到人 不知道去了哪裏 當時我們已經準備好了 所有那些 就要進去公司處理 重組董事局的東西 到18號的時候 我就收到她的通知 告訴我 我們昨天開了董事局會議 已經把你踢了 即是把我除了名 她是17號把我除名 殊不知 其實我們所有的事已經做好了 她15號已經辭職了 她是16號辭職的 15號她和她所有的相關人士 也全部都已經離開了董事局 我剛剛好早了她一天 這個也是驚險的事情 當時她怎樣去簽這個辭職信 我們整個團隊怎樣去配合 因為她簽完之後 她又拿回證本離開 因為我要求她簽個辭職信給我 如果不是我的500萬捐款來了之後 你踢我走 我就沒有了保障 於是就跟她說 你要簽定幾份辭職給我 如果不是我 到時你踢我走 我也有得渣拿 是吧 那她好啊 簽給我 簽了給我之後 就把手帳放回到櫃桶裡 就讓我拿不回來 但是我們那些團隊很聰明 在那個中間過程中 做了彩色影印 她收了那三張是彩色影印 真正那三張 已經收了在我車的示篇錄裏 那就是 其實整個好像 是這樣的 這樣我就簽了 你按啊 行不行啊 你看看著我 看著我 看著我 我緊張 你看著我 我還要簽了 我也簽了 我也簽了 我還要簽了 你來看著你 我還要簽了 他要簽了 你來看著我 錢啊 差不多而已 就簽多一個 不好了是吧 我不是也簽多一個 這個什麼字啊 銅啊 這個什麼啊 這個呢 油啊 這個呢 酸啊 這個為什麼要簽色字大的呢 對 這個是色字大 這個不是色字大嗎 這個不是色字大嗎 雙紅嗎 這個不是色字大嗎 就這樣啊 好啊 可以嗎 可以了 不可以了 不可以了 你是不是都不同意這些錢啊 不 那是同意嘛 是啊 常是呀 我師兄來人沒有同意的 人沒有同意就被我師兄來的嘛 大和長 什麼都不同意的呢 給錢他就同意的 給錢他就同意嗎 大和長 待會他到時說到沒有簽就很麻煩的啊 這個不是他啊 那來吧 那來吧 智德斯呢 智德斯呢 我自己都會受到很多錢 那去那去看著人家 你去看著人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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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要看著人家 如果你在看一個節目,他都在看 現在所說的事情,他都知道 沒有什麼大不了,因為他和我在一起 所有的事情,過程都清楚 說回一件大家都知道的回憶 如果你說之後的事情,你就要考慮一下 有多少事情可以透露 你也有一個問題 他不是最高的,其實他是一個中層的管理人員 你覺得整件事是否會更加有主謀 如果自定自己是一個中層管理人員 是否上面有更高的主謀 我其實就不想用主謀來說 但我覺得這個可能是我們有理由相信有集團 這個地步,我都沒有什麼選擇 要不我就假裏看不到,真的不要搞那麼多事情 我就平平安安地拿捐了幾百萬,你想怎樣就怎樣 我就走下去,我可以這樣的 但我就是不可以做得出,因為我看著公公婆婆 真的動著怪獎來捐幾百元 還有我去了一間醫院,臨終的醫院,佛教醫院 有一個善信,都是在Facebook上認識的 他臨死,他叫我去醫院看他 他說,勇小姐,你打開一個櫃桶吧 打開一個櫃桶,保鮮紙包著一塊東西 這個是我畢生的積蓄 我叫人拿來了,百萬元,你給我拿去廟裡吧 我拿著這個錢的時候,我心是很感動的 到後來過了幾天之後,他真的死了 那你說我怎樣可以把這個八萬元這樣交給人呢 我真的過不了自己的良心 那我衡量之後,我知道這件事 我其實會焦頭爛額的 我已經遇到了,我會得罪很多人 而且我也不知道我現在對付 或者我面對一個什麼集團有多大的 我真的不知道 但是我想一下,死是一世不死是半世 那我好在這件事裡面,不幸中的大行 我就補住了那些善信的捐款 就是我真的拼了我自己的能力 我也是要補住那些錢 我唯一能夠做的就是補住它 但是,你說如果我不去說這件事出來的話 就補不住了 那其實都爭震了很多好的 香港其實是好的出家人 也有些是不是很想理事的 那現在這件事出來之後 我就很希望那些好的出家人 和不理事那些都是好人 就可以將來大家一起多點聯絡 就怎樣可以將那個規矩 以及以後的事情做好它 好的出家人,我見過幾個 他們通常第一個反應 好幾個都是 糟了這樣 我們的形狀就是很大件事 很損害 但是他們定了一會下來就說 這些問題已經存在很久了 都應該要正視的 如果你這樣說出來之後 是會有震撼的 但是震撼過去之後 大家會想清楚 會去檢討 然後以後就會好 可能這個是一個必須的劫 劫後會重生 所以你去做吧 真是叫我去做的 但是這就是很正信的出家人 他說不見得這樣 會令整個佛法滅亡 只不過一個香港一個小地方 發生一件事 是很極端的例子 但是這個極端的例子 其實可以帶出一個整體的現象 是不是我們期望的出家人 和真正的出家人 現在是有什麼分歧 大家就會去監管 你是不是信復師 我當然 信復呢 信復呢 那兩條來說 你有十億的盈餘不是罪 你最重要的是 你的錢是不是拿去幫助大眾 你的慈善機構 滾傳了這麼多年之後 你當然有些錢剩的 你要看回去建學校 佛聯會都做很多好事 他們去建學校 做醫院 這些都是在經費上來的 不可以將他一下抹殺他的功能 雖然他這次的事件上 他不是太幫忙 但是他在他的公益事項上 他有做很多的 我們要說公道話 但是你說 有人有很多錢拿來捐 你剛才所說的那位法師 他的錢是別人捐給他 他拿出來幫別人 這個法師是一個非常好的法師 他自己一毛錢都沒有 他自己是一個畫家 他畫出來的畫 是拿來拍畫去幫別人 但是除了這些好的人 好的機構之外 有些真是你說 為何要坐一輛這麼貴的車 為何要坐Benz 為何你不可以坐巴士 為何你要用名牌的手袋 為何你可以穿皮鞋 皮鞋是要殺了動物之後 拿皮來穿的 這個已經是踩著殺身兩個字 這些是否就要去改變呢 利友這方面 我想你等我下個星期出了那個 法庭的行動 下個星期我會入殯法院 裡面又會說到利友的故事 我現在就不說那麼多了 真的有利友你的 下個星期才知道 被賣的關 你知道我哭得多厲害嗎 那個善信死了 我難過了多久 後來他給了那百萬元捐錢給我之後 過了幾天之後死了 我哭得心難過得 就是因為這樣 還有真的很多 有個板間房的公公婆婆寫來 寫一封信 寫一封信去捐了一萬元 他們說我們住板間房的 這個一萬元我們存起來 但是我覺得這個子這樣的環境 我們作為佛教徒 覺得更加需要捐的 他還在外國寄來 我真的又很感動 我四月入了董事局之後 基本上所有事情都是 因為有我在管得那麼緊要 所以才踢我走 我管得那麼緊 所以是安全的 但是我現在看的 就是由2005年開始 直到2015年我進來之前的 全部數 這麼多年我全部兜底翻查 我就要看回之前的東西 我就全部找出來 我就要去法院拿這個 能夠找出來的東西 看看究竟不見多少 梁耀忠 梁耀忠是一個 和我一起做這麼多事情 一直被我欺負的人 但是他是一個很好的立法局議員 他很努力去做 而很忠心的一個朋友 一個真是一生一世的朋友 很好講道義的 不錯的 那因為那時候 為什麼會合作呢 就是我還來欺負人物的時候 就講到一集 就講到等候董事件發落 那我就跟他講完電話之後 是這樣認識的 我還來欺負人物的時候 就叫他留下一個聯絡 那他的電話就可能不對 我後來周圍去問人 就拿了他的電話 打電話給他多活該 十二點鐘說正在睡覺 下午兩點鐘又說還沒睡醒 找不到 下午兩點都還沒睡醒 對 這是什麼立法局議員 大哥 你一天就不是睡覺 就去喝醉酒 還是什麼 總之是不是 這年不是選舉年 選舉年 我說這個人很不檢點 然後 結果 有一天 就打到那個電話 就找到梁耀忠 然後他說 喂 我是雄正禎 梁耀忠 你找梁耀忠 我是梁耀忠 蛤? 做董建華法樂的事 那時候 我是律師 去探討那些 因為小時候犯了事 然後英雷王法樂沒有了 變成董建華法樂 變成沒有人法樂 坐監坐極都不完 還坐得長過那些成人犯 就一起去幫忙做這件事 就是這件事 後來就改了法例 就令到由法庭的裁定 給他一個確定刑期 那裡大家合作 就做了很多年 在那裡就建立了一個 很深厚的互信的關係 劉師傅也很疼他 劉師傅先頭就覺得不喜歡 因為為什麼呢 你無端端說 佳朗我和這個人做好朋友 帶他來家裡吃飯給你 就是大家一起吃飯 劉師傅不 什麼料 會不會想追你 所以先頭都弄他 那怎樣弄他呢 如果是又不會帶人回家 和他一起吃飯 總之劉師傅看得很美 在家裡看著你什麼事 然後就請他去吃飯 他就吃了很多東西 吃了兩個海南雞飯都說不飽 劉師傅就說 就弄他 就說 劉耀宗你是不是生蟲 人家會生氣 劉耀宗怎麼回答他 哎呀師傅你怎麼知道 我媽媽都這樣說 劉師傅真是含寒 他是很老實的人 忠心的朋友 一生一世 第一件事 七月份的時候 我們義工的人數很多 那時候 個個都有捐錢 個個都有話說 多少人 大概十多人 如果你計算電工 油漆工 所有的水喉工 二十多人 那時候便沒有偏數字 那時候水喉工 油漆工 油漆工水喉工 到現在為止都沒有加入 那個調查團隊 因為他們是做實幹的 他們後來都知道 但之前沒有跟他們說 但那幫做體力勞動工 沒有怎樣參與 但是行政工 譬如我們幫他做一些收據 幫他做一些其他寫字流的東西 那些義工就會說話 那時候就覺得每一個洗費 都是要有Voucher的 因為我們就見到以前他們做的義工 收了些錢回來就放進櫃桶 或者那些錢是沒有什麼收據 不做好個Books 那我們就放了一個陳叔下來 陳叔是一個退休人士 七十幾歲了 他就義務來這個定位置做收銀 做好洗單據 他本身是做以前在別人的大公司 是做幫人記帳的 在那裡我們既然放了一個人流來做記帳 我們就希望要求你以後 譬如買了九糧買了什麼 你就拿張單來憑單收支 那裡已經是很不高興 那時候已經不肯了 接下來就發現 因為定位置有兩個戶口 一個戶口是中國銀行的 這個戶口是專門拿來捐入的捐款 只可以拿來蓋廟 那你們所有人捐來的錢 其實基本上全都去了這個戶口 這個戶口就是你和法師一起的 必須要我簽名才能拿到的 就是兩個人一起 就是一定要兩個人一起 另外一個戶口就是洗費戶口 而幣在兩個戶口都寫在同一個名字 叫定位置有限公司 那他們的做法就是把所有人寄來的那些支票 如果我們有時候不夠手快 或者有人給了現金 我們剛剛有陳叔去了廁所那種 那些拿了之後就會去了 要不就自己代了 要不就去了那個定位置 那個支出戶口 那個置定可以自己拿錢的戶口 是的 那到了後期的時候 我們就發現了 就是看到這樣的情況 於是就跟他說 就說不行的 因為這個是特定的戶口 法律上 如果你在這裡拿錢出來 不是這個原因拿錢 就是目的說明是建廟的 你拿出來去買狗糧這樣算 就犯法的 那他就很不高興了 就說 我們因為整班義工一起說 而且義工有一個 就說話比較大膽一點 就說你大花童 師傅你這樣大花童 哇這個東西就大面了 就說了 你們不要逼狗跳牆 我不是善男順女 我不是省油的燈 出街人這樣說 然後還要加一句 就是殺了你買了一字圓 是沒有人知道的 那種聽到的人就覺得 這段有沒有錄音的 在後面的錄音 這些是常說的 後面的錄音帶全部都有 你想聽很多次都有 就是經常都說 然後聽完之後 我也有點生氣了 而且他還有一個他的人 就是他董事那邊 有一個幫他做表演的 那個人就說了 你不要以為你幫定位子 籌到那麼多錢 很厲害 你沒有定位子三個字 你籌到錢嗎 你籌到錢也因為這三個字 其他義工聽到當然 覺得很不應該 後來我沒有辦法 我就說 如果你們還要這樣 去拿錢出來 我唯有報警 這兩個字觸動了他 是的 講完報警之後 到那時候 7月20幾號 到7月28號 我講完了報警 我還跟他身邊那個人說 我說你年輕 如果報警的話 你都脫不了關係 不要毀了前途 不可以這樣做 結果的做法就是 他們就把那個 洗費戶口裡面的四十幾萬 全部撥回去 還原回到那個 中國銀行的戶口 我就說 希望我既往不救 我就看到那條數 應該大致上都跟我 我三月份開始籌款到現在 他說他全部給回來了 這樣 這樣就好了 這樣 但是都沒有想到 我原來一去了美國之後 那又是這樣 又發生了錢 存回到錯的戶口裡 因為只有一些土地問題 在官地上面 有歸灰暗 這些問題 你一定要解決 我一個人怎樣做 我還要找一間律師樓 香港有一間數一數二的律師樓 那個老闆 居然說 我可以幫你們 用一個法律援助署的價錢來幫 真是很好 但是他們就說 我們從來沒有做過法援的工作 他們就申請去做法援的律師 那我們這方面 亦都去申請法援 那我就跟著 大師去了法援署 就拿了表格 那我拿回來就填 那我幫一個出家人填表 那很自然 我怎樣填呢 見到上面他會問你配偶身份 問你家庭狀況 那我就說 沒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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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理所當然 那我聽完之後 就約了他 六月三十號 就打算去進去 那一晚就收到電話了 他和他的助手 都發了一些短訊過來 就說 他千萬不要入這張照片 不要入這個表格 你明天兩點鐘來開會 我有些很重要的事情跟你說 那七月一號的兩點鐘 我就去到 去到之後 他就鎖了門 就只有我們三個人 即是我和他的助手 即是他 他就說這張表千萬不能入 我問為什麼 他說 因為你上面填了我未分 我其實是結了分 我真的 呆了 蛤 我七年之前 就 結了分 我就是 申請了一個和尚來香港 就因為 有某位重要人物 一個都是 佛教界的重要人物 他需要一個人 在他身邊 做他的使者 於是 那個機構也滿額 不可以申請工作簽證 所以 就用了這個方法 就用假結婚的方法 就申請這個人來香港 這樣 整個的過程 都是由一個人幫他安排 這個人的身份 我知道了之後 你這樣的身份的人 幫你安排 知法犯法 我都已經很震驚了 我也有問過 那個重要人物 知不知道這件事 說他要那個使者 他說 知道 那我什麼反應 他說反應 難為你了 阿彌陀佛 我聽見都覺得很嚴重 我說你如果這樣 你要犯規 你可不可以離婚呢 他就說不行 因為他是七月 就可以拿到香港身份證 再一會兒就拿到了 你讓人先拿吧 我說 那你準備什麼時候離婚 他說 都要一年半左右 否則警署會還我 我就跟著問 你們兩個都沒有頭髮 怎樣可以在裡面 可以去結婚 在婚姻註冊處 你不要問這些 他就說什麼 拿個假髮出來給大家 我那時候都沒有想到 假髮這個問題 我說 你最大的問題 你要宣誓 說你愛這個人終身 當這個人是你的丈夫 去和他一生一世 我愛大家 你怎麼說得出這些誓言 你這樣都可以 這個是妄語 還有 他拿身份證的時候 你又要去做一個聲明 聲明稿是你丈夫 你又要說多次謊 你怎麼搞 你這樣 這是計時炸彈 然後他就 不願意再說下去 到我剛才 我就說過給你聽 說到說 你如果再這樣 拿錢去那個戶口 轉來這個戶口 我們會報警 說完我不是善男信女 什麼什麼之後 他就說了一句 你不要以為你知道我的秘密 我不是在香港結婚的 我是在大陸結婚的 他就告訴我他在大陸結婚 好了 到你剛才說到 八月我們調查 七月後來 很多事發生在中間 你當時還知道他一段婚姻 知道他一段婚姻 而且告訴我 是七年前的 時間是錯的 當然他原來不是七年前結婚 他那個說不可以立即離婚 那個說法也是騙我的 當然 到我們後來去查 因為你要查這個結婚證書 是要很長時間的 你要差不多一個月的時間 去申請才能得到 到我們開始查的時候 到查到出來 其實是一段時間的 很坦剔的 為什麼呢 因為他說在大陸結婚的 我們去搏一下 香港是否查到出來 真是搏的 誰知道真的找到一張結婚證書 就是2012年的 最害怕的是 看到2012年的那張 上面是寫了已婚的 然後他就抖 然後再跌一張出來 就是2006年的 那一刻就整個天呆了 你不單是騙我 不是七年前 是三年前 你還要有這麼多 即是多一單 結果最少 因為當時他告訴我 我真的暈倒地聽見 我還說 你還有沒有東西欺騙我 你如果有的 你如果還有一個兒子 你麻煩你現在告訴我 沒有了 我沒有東西欺騙你了 真是 至德法師 在這件事裡 是一個很無奈的人 嗯 他是一個香港土生土長的 一個男的出家人 來的 他本身都是我的朋友 好人一個 但是他不是很認同 我們現在說的 這位置定師的一些行為 他也有時候 不會很 怎麼說 他也會說 你這樣好像不太合規矩 他會出聲 但是他知不知道內情 他當然不知道內情 但是你想想 如果你是一個很正規的出家人 你穿一件袍子 你穿一雙鞋子 你都是正規的 你見到一個人是不正規的 他那個態度 一定就不會是很好的 報警呢 因為你是怕 覺得有警務人員 是包庇他 我看回你揭露了出來的事 我沒有說到有警務人員 包庇他 所以有時候 我不考慮報警 因為我考慮 因為那時候經常追著我 問你你考慮報警 很多人就覺得 你假結婚這些事情 就是報警 其實香港人很多時候 什麼都是說報警 但是你要知道 不同的部門 做不同的事情 報警變成一個很 就是一個很正規的名字 我是報了一個機構 但我不是報警 但是你不是不信任警察 因為我看你記者會的說法 好像是這樣 但是不要緊 因為我想說 究竟是不是有警務人員牽涉其中 我看到在你揭露出來的資料 其中有一個 做過定位子的董事 你不要問我 我不回答你這個問題 他就有董事的名字 而這位在現在還在做 好像在做一個分區的助理指揮官 這件事發生之後 他已經聽說 退休前提早休假 走了去英國 即是這件事揭露 這幾天這個禮拜突然發生 即是這個禮拜之內 我想不是這個禮拜這件事都發生了多久 即是你去查 不是報道出來 總之現在就是知道他退休前休假 不是在香港 即是過去這幾個月發生的事 沒有那麼久 哪有那麼久 我們現在整件事 這件事是星期一 例如這個新聞就是這個禮拜 但早於這個禮拜 確實的時間我不知道 但是我們的調查是由8月20日開始 到9月13日 這個調查已經正式被人知道了 因為其實我上完去大的寺廟機構求救之後 立刻置定就知道了 因為其實我那時候很苦苦哀求 千萬不要說我們來過 千萬不要說 即是你去佛教聯合會 不是 去佛大的機構 去完大嶼山之後 我和梁耀宗議員一起去的 我就說千萬不要說 因為你講了 我們其實還在做其他的調查 因為我們還希望 快點搞了他辭職等各樣的事情 就是希望可不可以處理好他 那麼董事部那裡搞定他 你千萬不要說行不行 不知道為什麼 然後過了兩天之後 他完全知道了 知道得很詳細 因為我們只是一樣東西 你什麼都不用管了 你總之不要聽他的電話 你不要去惹他 他來找你你不要去見他 你就行了 就是這麼多東西了 你如果去見他 或者跟他充電話 或者什麼 你就會讓自己煩的 因為他過了兩天 警察就來抓人了 你就等他抓了才說 好嗎 我現在不懂得回答你 我根本不懂得出來做事 我現在不同意 那個腦子自從沒有充電之後 是充電了 我的腦筋什麼都不記得 真的 你說 這次 液兵典 我都沒有上去 這個 和中央辦叫我去 我都沒有去 是 連阿爺叫我去 現場 我都沒有去 是 我知道了 煩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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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自己都病了 我真的 躺影了 很麻煩 我知道很麻煩 但是很麻煩 哪個事真 哪個事假 我自己都不知道自己是真人 我自己都不知道 家人 神經病 真的慘了 那天下就真的 怎麽辦呢 她就立即打電話給我 很生氣 她問你是否上過大嶼山 把所有話都說出來 那我怎麽辦呢 我就說沒有沒有 自己戴也不承認 她說沒有 沒有你和我一起上去對質 哎呀 這個真是拍電影 然後我唯有和她上去對質 一直走去 寶蓮自己吃 一直都害怕 待會見到臉 四口六臉怎麽辦呢 很奇怪 中間發生了很神怪的事 令到去到的時候 說不夠時間 說不夠時間 這個神怪的事 可以繼續說了 很神怪的事 然後就駕駛車去 去到一半的時候 她就一直收到電話 電話是由大嶼山打出來的 即是相關機構打出來 就說你要見那個人 她是三點鐘約了人 如果你三點鐘趕不來 你見不到她了 然後你聽到那段對話 她跟我說 你別以為你去做甚麼事 我不知道 裡面有人 你做甚麼 去他旁邊 我全部都知道 我當時已經很害怕了 怎知道車子走到一半的時候 她突然說 這條路不是去寶蓮子的路 我在這裏這麼久 你這裏說未走過 其實是對的路 她說我從來沒見過這地方 你載我去一個不對的地方 你快點停在一旁去問人 結果停在一旁去問人 那個人就說 是呀 走錯路了 應該是不用寶蓮子在煤窩的 那個人最好肯定 寶蓮子是在煤窩的 周星馳拍戲橋段 真的是周星馳拍戲橋段 然後她就說 我都說你了 故意走錯路 你回到後面 去那邊 我心想都不知道多好 我其實都想說不到 沒有得對質 一直走走走 她煤窩很開心 然後走到一半之後 去到差不多15分鐘到20分鐘 真的去到煤窩底 這裡真的不像是寶蓮子 不對 她就停下來再問人 那些人說 是否搞錯 石壁的 為甚麼煤窩 於是又走到那邊 來回不見了半個小時 然後無端端 前面有個大貨車擋著條路 又走不到 又走了一會兒 然後最離奇是甚麼 出現了五隻牛 那牛媽媽就要擋在我的車前 在這裡餵牛奶 然後那個錄音都錄了 她就說 為甚麼牛在那裡餵牛奶 媽媽餵牛奶 就是這樣擋著你 結果我們去到寶蓮子的時候 我說甚麼呢 去到那裡 去到那裡之後 然後她看到她要找的人 車就在我們前面出現了 她就跳到車上 就擋住那輛車 就擋住了 其實是否說色字位 就是找一個大人物 總之她要找一個對質的人物 她說我上過去說了那些東西出來 我說我沒有去 她就說你如果沒有去 是否那個團體的最高層 你沒有去就要跟我去 對證你沒有去 那我就很害怕了 那輛車就擋住了 擋住了後車停了 她就衝到車上 那輛車的右手邊開車門 然後拍到車門 看在裡面有誰 結果看到她要找一個人在那一邊 她就繞去那邊開那邊的車門 那當時我也跳下車了 跳下車之後 我就開了這一邊 就是剛才她沒有開那邊 一開就開到那道門 而她在那邊的門 竟然鎖了 在那裡 開不到 那一開到門之後 我看到那個人 我就說 你千萬不要說見過我 這個其實也錄了 然後那個就呆了 然後她的門就打開了 打開了之後我就說 你告訴她有沒有見過我 有沒有見過我 你沒有見過我嗎 你見過我嗎 然後那個反應就說 什麼都不知道 你們自己搞定它 開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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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就啪 這樣就走 我是害怕到 那些血都瘋了 即是拍片影 你只要那個臥底 被人抽出來之後 就要多場對質 這樣 但又被你過到關 我其實去之前 我打電話給沙女 我們團隊的頭 我說糟了 我的臥底被人揭穿了 我現在怎麼辦 她說 我都沒有什麼可以告訴你 你不如咬尼自盡 我說你不是 她只是幫我 買了那一萬個道平安 到第二天 開始就已經知道了 幸好之前 我就已經叫她簽了辭職的東西 然後 誰知道 那天是16號 我們就上去對質 17號 整天就找不到人 不知去了哪裡 當時我們已經準備好了 所有那些 就要進去公司處理 重組董事局的東西 到18號的時候 我就收到她的通知 告訴我 我們昨天開了董事局會議 已經把你踢了 即是把我除了名 她是17號把我除名 殊不知 其實我們所有的事已經做好了 她15號已經辭職了 她是16號辭職的 15號她和她所有的相關人士 也都是全部都已經離開董事局 我剛剛好早了她一天 這個也是驚險的事情 當時她怎樣去簽這個辭職信 我們整個團隊怎樣去配合 因為她簽完之後 她又拿回證本走 因為我要求她簽個辭職信給我 等我拿不回來 但我們那些團隊很聰明 在那個中間過程中 做了彩色影印 她收了那三張是彩色影印 真正那三張已經收了 在我的車的示範錄裏 其實整個好像 是這樣的 是這樣的 是這樣的是簽的 你可以嗎 行不行 2號 2號 3號 1號 2號 以我渴見你的產品 頭 biot�� ebenso 需要渴望性就在這裏 接下來我渴望 要渴望性 沒問題 puts plaid 什麼時候洗澡 send my 錢啊 差不多了 再簽多一個 不好了吧 我們也簽多一個 這個什麼字啊 紅啊 這邊有啊 這個呢 有啊 這個呢 酸啊 為什麼這個不是青色字大的呢 這個是青色字大的 這個不是青色字大的 這個不是青色字大的 就這樣啊 好啊 行不行就行了 不行就行了 不行就行了 你是不是得到他同意的那些錢啊 沒有啊 那是同意的嘛 沒有啊 慘了 我師兄來的有什麼不同意的呢 有什麼不同意的呢 我師兄來的嘛 大和尚沒有同意啊 大和尚 什麼都不同意的呢 給錢他就同意 給錢他就同意啊 給錢他就同意啊 大和尚 大和尚待會到時候 他說到沒錢就很麻煩了啊 誰幫忙來啊 我幫忙去吧 那是智德思啊 智德思呢 如果自己都是受了空 身手很多小女士 在你上來我便記起 到自給電脯化學會 你因為在美國 大家可以記起到你都留意 智德思是誰 沒有事啊 沒有事啊 沒有事有事 你沒有事侯 你為什麼要踩他呢 你管他還是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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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都不怕他 你管他 你知道現在我還在處理這件事 如果你在看節目,他也在看 現在所說的事情,他也知道 沒有什麼大不了,因為他和我在一起 所有事情的過程,他都清楚 說回一件大家都知道的回憶 如果你說支持之後的事情 你就要考慮一下有多少事情可以透露 你也有一個問題 他不是最高的,其實他是一個中層的管理人員 都是不知道前路應該怎樣 我現在還是在怕 因為畢竟到現在 都沒有一個真真正正可以有效的方法 是怎樣去治理這個人的出街人身份 你說如果在法律上有任何的制裁 或任何行動都好 到最後他依然都是穿上一件爭衣的話 以現在的制度來說是沒有辦法去做到些什麼 我沒有想到是要打一場仗 我不會慶幸今天得到任何的成果 因為其實這件事在發現之後 我首先所做的就是走運全香港九龍新界的佛教團體 希望他們可以提供一些協助 我去過電話打電話給佛聯會 我去過出道碟給這位曾人的大的寺廟 我去找過很多一些在社會上有公認的一些法師 我得到的答案都是說 你自己想好他 我們幫不了他 甚至是發道碟給他的師傅 他的機構 他都說他們拿了道碟之後就自由了 他想做任何事情都好 他們都不可以做到任何事情去收回那個道碟 所以我可以說他就說 其實都很辛苦很艱難 到最後當然了 現在這個星期一 有執法機構提供援手 即是介入了 有介入了 那就好一點 如果不是真的完全是沒有辦法 你也有個牌 也收回那個牌 那你那個發牌機構是否可以收回呢 這個也沒有正面答案 因為他有那張證書 那你發證書的機構 是否起碼可以拿回這個證書 然後就登過報紙說這個人已經不是這個 這個法定機構裡面的認可的一個憎人 他說這個我們都很罕有的會做 那你有沒有做過呢 他說有做過的 在錄音的最後 那什麼情況做過呢 他說都是假結婚我們登過報紙的 那你都做過 你能不能夠給點指引 那他就說回頭了 不是我們會員 你會不會覺得其實有更加上的人牽涉在裡面 所以他們不想報告呢 你說呢 我懷疑 總之就是一言難盡 因為你其中揭露給傳媒的病大 提到息智慧之後 你覺得息智慧是這件事 究竟有問題還是沒有問題呢 我只知道他在2000年開始 一直打學很多年 他都是定位置的董事來的 後來被人除了職務 我不知道他知道還是不知道 這一點就 他是最近2015年的7月之後 無端端又上回去的 這個我覺得是後來我才知道的 有沒有問題呢 其實我覺得很難說 你問我 我現在對著鏡頭說 有 那我就誹謗 如果我說沒有 這個又好像 我又好像不想說沒有 因為我現在都需要一個 看清楚一點 因為他的餅帶有一句 就是你信不信佛 如果信佛就不要搞那麼多 你是不是信佛師 我當然了 你是不是信佛師 我當然了 信佛就不要搞那麼多 你是不是信佛師 我當然了 信佛就不要搞那麼多 我當然了 信佛就不要搞那麼多 理解這句話 我的理解就是 我要做這件事 就是去揭發這件事 或者去研究 或者去調查這件事 我就會遇到一些這樣的阻礙給別人 很多時候 好像說這次定位置捐錢 那些人不是捐得多 很多都是捐三兩百元 而這些捐三兩百元的人 都跟我很相似 在一個很節省的情況下 他們會希望這些錢 拿去 就是給出街人 為我們祈禱 為我們做一些 令到氣氛 大氣層平和一些的事情 他不是希望這三 這些捐一個小小錢 被人坐Benz 坐頭燈飛機 去奢華 買日本的一生過 但是奢華的狀況 是不是只有 這位師傅是這樣 還是很多人都是這樣 我們這樣 我們這個 如果一去說這件事 哇 這個問題 這個問題 是不是隱身一個人的問題 還是其實原來 很多人都是在奢華 用一些善信的錢去奢華 我搞這麼多事的後果 就是這些本來沒有人關注 那些人個個都看到 就當算數的東西 就不會再被人看到 當算數了 影響在這裏大 那我是不是就不要搞這麼多事呢 應該 所以那些在佛教 即是得高望重的人 就不想你搞這麼多事 就因為怕 這個火頭越燒越大 今次燒定為止 下次就不知去到哪間了 這個其實 我也看你節目的 你經常都說幾個字 記得利益者賣 那你希望現狀不改變 為什麼會有這麼多事的人 走出來說 吃八十元的日本進口的你 就有罪有錯的 但是吃八十元的你不是罪 但是你要善信自己 不捨得吃不捨得著 善信自己都是吃四元一個的 你就拿了他的善款 來吃八十元的 九兩七千元 那就不對 譬如你那些善信 自己家裡都要下手下腳 做功夫自己做家務 你就請三個工人 那這一點就是那個問題 如果這些錢是你賺回來的 我們不能夠說你怎麼用 但是這些錢是你捐回來的 是不是你做得慈善機構 你就要遵守慈善機構那個原因 為什麼稅務稿人人做餐廳 做酒樓你賺到錢也要交稅 為什麼這個慈善機構不用交稅呢 就是因為這些錢是應該 給你拿來做公益的 說給我們自己的律師團隊 我用了一個小時 40分鐘才講完整個偵查的過程 最簡單來說 所有偵查部隊都是網友來的 全部都是由三月份開始 在Facebook上認識回來的 然後這班人初時的時候 就打算做義工 幫忙煮飯的煮飯 幫忙擦地擦地 擦地油油的 全部都有不同的工作 誰知道到中間的時候 發現了發生這樣的事 大家就覺得 因為個個都叫了去隔離屋 叫所有人人來捐錢 於是就有責任 更加愛之心 責之錢 明明我現在在幫你的時候 突然發現原來你被你賺品 我還可以幫你手 對 於是所有的義工 就要立刻搖身做調查員 去查出問題的真相 然後就開始 我們本來的義工隊 有一個叫沙律的女生 沙律就是負責安排義工的工作 譬如你去今天 我們三個洗碗才行 明天你去油油 她就變成現在調查員的統籌 在這個調查的過程中 只有沙律一個人知道全盤 其他人沒有人知道一個部分 即是無論你哪一部分出了什麼問題 都不會有人知道 我們整盤的調查是怎樣的 那你呢 你知的 我是總指揮 你是總指揮 你是總指揮 她的收望 是的 那怎樣做法呢 如果一輛車一駛進來的 成定位置 我們就會有第一組的義工 在那裏負責油 在掃地 就會拿手機拍照 就會立刻把它射出來 在定位置裏面的義工 就會立刻去運輸局查 查完之後 然後就會把那些資料 再給另一組的義工 會查公司註冊處 然後再去查田土廳 是因為這樣騰騰騰騰騰騰騰 我們才查到 原來這個紙裡有一位師傅 就是在2010年的時候 用了3950萬的現金 就買了一間豐宅 在定位置旁邊的比華里山 是一炮現金3950萬 就是連兩個車位 這是怎樣查出來的 這就是一輛車駛進來 駛進來的次數很多 那我們開始懷疑這輛車 然後我們就去運輸署 查了這輛車的車主 然後再查完之後 查到一間公司註冊 我們就查了這間公司 是誰誰做股東和董事 上面有登記到 這些股東和董事的住宅地址 而這個住宅地址 我們再用田土廳去查 就查到當時買入的時候 是誰人買 就是這樣查回來的 其實如果這麼難求 這樣就可以 這個人就是和 定位置 定位置 和女主持有關 是嗎 好了 後來就查到很多事情 然後到八月中的時候 發現 那位主持就要把我踢出董事局 其實那時候我是三、四月的時候 才成為董事 因為我覺得 他們也很開放 有時候說 你不如進來做董事 那你可以看到一盤數 那就好 那到七月的時候 加上我的名字 去看著那些前款監管戶口 那我覺得很穩陣 怎知道去到八月的時候 原來可以 他可以隨時脫下來 原來他之前都是這樣 隨意就可以把人脫下來 那當然你如果以公司法來說 這個就不合法的 但是曾經被他脫下來的人 很多人都沒有反抗 尤其是你牽涉到一些很良善 很言德的一些出家人 被他脫下來之後 反應就是他問他 為何你會這樣脫下來 又不經過我的同意 他就說你報警 你如果不喜歡就報警 而現在香港的制度 也有些漏洞 因為原來你去公司註冊處 你註冊了 公司註冊處 不會看你 在背後的手續是否做得對 那你一註冊之後 公開文件你就脫下了 拿著這個除了的文件 就可以到銀行那裏換簽名 我去到八月中的時候 就知道原來有人要把我除了 除了下一步當然是銀行 於是知道了這個情況之下 其實在八月十多日的時候 就開始我們就全速去做調查 因為知道我已經命不久矣 就是隨時要取消我之後 你的錢就沒有了 那時候差不多有籌了 就是接近六百萬 在網上籌的款項是一百三十多 而自己拿來定位置 那裏那裏的老公公老婆婆 十元十元捐出來的四百多萬 即是合起來有五百多六百萬 真的很熱心 很熱心 很感動 所以他找一個翁靜靜的人 幫他籌款和做董事 真是叫做撩鬼拿命 即是天不怕地不怕 對 天不怕地不怕 又有料 翁靜靜要搜紮整個去搞皮 你真是很嚴重的 對 最驚險就是因為有一支筆 好像一支筆 在偷拍鏡的時候 他在說這支筆挺漂亮的 還真的有一次 今天拿來看一看 看一看 不如我跟你交換 你的筆好像比較漂亮 有一次就拿起來 看那支筆 那支是偷錄的筆 不是錄音 那支是錄影筆 那支是錄影筆 最驚險的時候 沒有那麼多工具 因為沒有想著 我們是去到八月中的時候 知道他要脫我的名字下來 知道我可能被人踢出那個簽名 即是銀行沒有了 那時候就開始 大家在說 那我們應該怎樣 我們就 接著我都沒有做過間諜 於是有人提議 鴨寮街 於是有一對義工 就走到鴨寮街 問問有些甚麼買 去到鴨寮街 差不多上課 有一間店 就知道了我們的情況 然後他也有捐過些錢 於是大家坐在那裡商量 這件好 這個藍牙其實不是真的藍牙 其實是偷拍的 那時候我們才想想 蘋果日報那些小狗好 可否有些甚麼跟我們商量一下 借給我們 到後來的時候 其實我們真的和一間報館合辦 即是有些甚麼器材 大家研究一下 即升到 是 即是看看怎樣做 於是 那時候所有的義工 我們都編了號碼 那時候 你是002 003 004 005 007 007是一個老先生 007是一個陳叔 陳叔是007 因為他年紀最大 而且每一天都要在郵差來的時候 跑去郵箱裡 我記得和他鬥快拿信 對 鬥快拿信 但陳叔其實走路都要慢慢地 他年紀很大 70多歲 他就要和他跑去 其實那個場面其實都很少 但後來就被發現了 當然這也是驚險 當場捉住 之後就匯埋信箱 匯埋鎖匙 只是他自己可以開 但是 後來就編了號碼 我們就做這個問題 最終到九月 到我知道了這件事 他要除我 我怎樣可以延長這個時間 我唯有就告訴他 因為當時我在美國 我還不在香港 還要是要空 很厲害 那怎麼辦呢 我就想到一個辦法 因為他說 還有三天之內 一定要把我除掉 他跟另一個董事說 三天之內 一定要雍正正 要踢出去 那時八月底還是九月初 那時是八月二十日 八月十多二十日 二十日的時候 他說一定鐵定 在幾天後 就一定要拿我取消 我想到什麼辦法 來保養命 我就說 師傅 我在拉斯維加斯 找到一間賭場 捐五百萬美金 只要我一回來香港的七天之後 那些錢就到了 這樣說 還有私人飛機 請你來這邊 可以來遊覽 你還可以帶來你的朋友 你還可以帶來你的朋友 你還可以帶來我的假髮 你 那我就這樣說 這些真是貪自得的朋友 然後知道這樣之後 我就收到封這邊 就不把我除了 但是我的時間很少 我回香港之後的七天 我唯有就假裝不在香港 於是 好了 其實我是九月一號回來的 但是我是11月11日才延伸 我中間是多了十日時間的 那我那十日時間 在香港就要辦在美國 因為在美國 找人在Facebook打卡 我就什麼都出齊了 他都很聰明 他問我 你現在說在游戶嗎 在Veno游戶嗎 給我一張相片 我看看Whatsapp 那張相片過來 很聰明 他都有私疑 其實有些私疑 那我就要馬上找回 以前在泰國海邊拍的相片 立即上網找到兩張下載 然後有一次 我記得後來回來之後 又要扮我去新加坡 那我又要帶回教服飾 說我去新加坡 那我家裡的工人 就要扮成花梯媽做我同學 那我鋪上去Facebook打扮 我不在那裡 我女兒居然不認得 我是自己家的 或者廖街除了買偷錄的器具 還要買一些化妝的 是啊 總之 好啦 那我當時是在美國的 不是在美國 但我扮在香港 所以那個時差 又要在香港時間 又要在operate 其實要踢你出董事會 是 感谢观看